今天也算是蛮不平静的 受到这个服务卡关之下呢 今天在电晶双主流 几乎叫做全数熄火 让台北股市呢 呈现了这个压低结算 但是在个股里头 也是出现了一些结构方面的转换了 有不少的个股打破了之前的 这个多头的惯性 原本都是一直往上涨 但是今天却是一根的黑K棒 直接灌破了段期的均线 而且还是带亮 而且还是之前非常热门的个股 我们稍后来帮大家抓出了 这空军瞄准的新标的 另外呢 这个另外一个主题是 在这个国泰人寿呢 在昨天召开了法售会的同时 除了公布了最新的营收报告之外 也提到说 在国泰人寿里头的资金 仍旧是非常的充足 银蛋非常多 还要继续投向了台北股市 如果在国泰人寿 他这一段话真的属实的话 他会透过了哪一些的管道 会买哪一些的个股 其实在国泰人寿 他自己都有口袋名单 超过了将近一百多的 有哪几档 会变成了这个国泰人寿 新的这个加码的名单 我们稍后来大解密 不过先回到台北股市 我们先透过一段新闻VCR 来掌握一下 今天在白天的最新状况 利润反服贸抗议持续多次爆发冲突 这也让出神闯关的预期瞬间幻灭 19号台股开高走低 加群指数原本占上8748点 没想到上午9点半爆发推挤 台股就一路往下走 无力反弹 收盘下跌42点 跌破8700点 上市规换算下来 市值蒸发超过1500亿 700名抗议学生 美元让台股损失两亿 投资人最无奈 今天股市那么烂的情况之下 那个说实话 这个我们投资人事实上很怀疑 我觉得是多多少少会有反应 不确定运数有加重 所以可能这样会影响盘市 首当其冲的金融类股 只上演一日行情 18号上涨0.74个百分点 19号马上惨跌 跌破1000点大关 像是元大金带头走跌 跌幅1.6% 富邦金同样开平走低 跌幅超过1% 金融类股一片绿油油 财政部长只能信心喊话 大陆这么重要的市场 我们又不签这个协议 那我们竞争力就降低了 那将来怎么加入区域经济呢 其实大家冷静的思考 不要留意那些意识形态 现在这些股市是一个过程 所以外资比我们国内的要热观了 没想到外资不给部长面子 19号解码10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0亿 反福贸占据利润风波 恐怕持续到周五 外在还有QE解码 人民币黄扁等变数影响台股后市 三连新闻余城虎 陈一杰台北报道 好在这礼拜 这个事情真的还算蛮多的 除了台湾的内部的内优之外 在这外患的部分 当然是落在联准会 这两天都是在开最新的F1C的会议 有可能让QEA继续的解码之下 在双重另空 这个台北股市 就未来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先问一下郭巴了 目前这个多头态势 可以继续维持吗 目前来看短正长多 我想结论 我先跟观众会报告 不管是克里米亚的问题也好 或者美国联准会的QEA 再减100亿美元 或者说在这两天发生了 服务立法院的一个问题 其实基本上 以目前的盘面来看 它是在找理由下跌 因为从大盘也好 从OTC也好 其实我们注意到 它本来技术面就已经出现了背离 出现了瑕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大家稍微回忆一下 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 所有外资报告跟国内的法人报告 把第一季的目标都设在8800点 那么回过头来看 这一波的高点8787已经来到 那么目前的时间点来观察的话 短线既然过热又有背离 那么找理由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震荡 我觉得再次从整个操作上来说的话 是相当正常合理的 好提到这个短正常多 大家会比较害怕是在说OTC 是不是又出现了所谓的过热的现象 就要请这郭巴稍微来解惑一下 而今天这个量又冲出了 从3月7号以来的大量 其实在3月7号 当时这个OTC已经是一根黑K棒 先回测了短期均线 今天这个跌升 比上次还要来的更为深一些些 跌幅是在1.46% 出现第二根的黑K棒 对OTC来讲 中小型个股 这个多头的气势还能够维持吗 我像观众朋友这样子报告好了 第一个现在距离3月底 只剩下7、8个交易日 3月底有两件事情 OTC要直接去面对 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 去年的联报 它这些飙涨的个股 能不能交出亮丽的成绩 这是一个问号 大家在不确定 第二个问题就是 投信从今年的新春红盘开始 几乎是在集中市场 每天都在卖 资金全部移到了OTC 几乎是连天天是买钞的状况 那么这代表 这一次的投信第一季的 所谓绩效操作 它的重名是摆在OTC 那么既然剩下七、八个交易日 在OTC指数 涨了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会结账还是会做账 我想这个也是市场对它所存在的第二个疑虑 第三个疑虑 目前这波OTC指数的高点来到148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148是什么位置呢 我向观众朋友报告一下 指数大盘指数在9220的时候 那么OTC的指数是147.58 那么在前面一个高点 9330或者9859 它的高点在哪里呢 在152 那么148到152既然是 过去的一个高点密集区 那么代表那个位置 它是有压力存在 所以这波高点来到148 它有点跑不动 另外从筹码面来看 大家也注意到 最下面这一栏是融资 融资几乎是创新高的 那么再加上投信的筹码 所以这一段时间 在筹码上来讲 OTC确实也面临到一些压力 所以大家可以想另外一支股票 3664的安锐 安锐这一波上来之后 连涨了十个停板 那么为什么会回下来 因为它涨了十个停板 主管机关要它公布去年的连报 很不幸是亏损的 所以从安锐的例子 那么来回过头来看 OTC的话 也有相当多潮信的